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丙子己害心畏丙生 这个八字 他是在说他今年5月结婚 10月11号生孩子 现在在闹离婚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其实各位你要先了解一件事 这个八字我们先看一下 他这个八字其实是本命日主受克的一个情况 现在再加了一个丁火 各位要知道 这个丁火简直是来助作为虐的 所以他在这个运程里面 他本质上是日主受克加旺 那日主受克加旺 就怎样他会变好运 就是把怎样日主受克的力量减缓 或者是用观影相生的方式 他就会变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今年 各位你看他今年走了一个羹 所以你看火克金 这个火去克他 所以他其实是怎样 减缓的 今年算是他的一个好运 但是我们要知道 流年这种东西非常不可靠 流年跟金一旦不在 是不是 我原本克你的 我又跑回来再欺负你 所以流年这一种的好运 非常的短暂 流年的好运非常的短暂 所以现在来讲都是属于 更不在的一个时间 一直会持续到明年交结器 就是换到辛丑年 辛丑年 所以在这段时间是完全没有耕的 他后面 明年是辛丑 丙辛一合 是不是还是降低 但是我们会知道 辛他日主出干 他也会受克 一旦他受克的时候 又等同日主受克 那会怎样 会更加重 那会更加重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 我们会知道就是说 他后面的就算是好运 流年就算是好运 会让他像怎样 喜伤温暖一样 什么叫喜伤温暖 就是忽冷忽热 就这样子坐云消飞车一样 一下好一下子坏 这样子 让你会怎样 非常非常的 不高兴 为什么 其实像这一种流年的好运 通常我们一般会定义为坏运 为什么我们会定义为坏运 我是常跟学生讲 今天你赚了一百万 然后赔回去五十万 请问你会跟我讲 你是怎样 就赔五十万 他是赚一百万 赔五十万 但是他只记得他赔五十万 因为人对 不好的 他会记忆力特别深刻 好的他不会 好的他不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他在今年是因为有庚金进来帮忙 所以他结婚了 可是现在没有庚金了以后 各位 没庚金了以后 就一堆问题了 又四四又回到日主受克 然后他下一座又是炳火运 更是这一种情况 在这一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一个婚姻 其实基本上一定会变吵吵闹闹的 各位 他一定会变吵吵闹闹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只能够好好的怎样 各位能忍则忍 这一种东西 他的八字本身就是这样子 他的一个喜用就很简单 就是用金 就是用土 让他能够去抵御这一个官杀来的这一种情况 所以我们要先知道 其实你不要说我流年来 可以说流年来 他只会给你几个月的好运而已 可是他还是要给你衰运 所以你要先了解说 八字的一个组合 每一年的流年 他会有两种情况 各位你要先知道 第一个叫做本命 加大运 再加流年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就是流年会消失 本命加大运 所以一旦他的流年不在 他回到本命加大运的时候 是不是他本来就不好 他马上就回不好 你假如流年是不好的 你流年不好 他在的时候不好 可是他不在的时候 他又回到这一种情况 他们两个是每年都一定会有这一种情况 流年在 流年不在 流年在 流年不在的一种情况 所以 大运 他会产生的一个时间点 他的效力会比较强的原因在这里 因为流年不在的时候 就会回到大运这块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这个八字 现在是丁 下一柱是柄 都是加重他日主受克的一个情况 你一个长远去看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他的一个感情婚姻不会太顺 不会太顺 就算流年来帮忙 流年在是这样 流年不在又回到这里 所以各位你要去了解 就是说 不要以为流年是你的用神 你会多高兴 因为他的时间很短 他的时间很短 反而一旦你的整个大运是对你不利的时候 一旦流年不在 回到大运的这一种情况的时候 那时候你就会觉得 这是真的是我的用神吗 你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各位 为什么我们常常五行派 我们常常会跟你讲什么 流年本是凶 流年是混蛋 为什么 因为流年好的 他对你好是短暂的 他对你不好也是短暂的 但是大运他的一个持久性 很快 他是比较持久 但是谁的力量大 各位 大运是影响性比较久 他是持续 那流年他的影响性比较大 影响性大 所以 流年一来 把你改变掉 流年不在 才是又回到这一种情况 所以 为什么 往往在讲说 到底 大运 碰到 大运是用神 碰到流年祭神 到底会怎么样呢 各位 我当然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一定会这样子 一定会有这两个特质 一定有好也有坏 绝对不会一路的偏差 也不会一路的偏好 你难道你整年度都有好运 对不对 我中后一我每年都没有整年度好运 对不对 所以 我们都是好坏参半 原因就在这里 他就会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变化 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变化 所以各位 你要了解 他的这个本质已经这样 大运来又已经不好了 那这时候来帮忙 各位 他的力量是强的 他是强的 但是他短 当没有的时候 又回到这一块的时候 就不行了 所以 你就可以知道说 他的婚姻确实 不会很好 一定会处在争吵的一种情况 那当然就用精髓 他就是要多的底肩 多的硬 来帮忙 好 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